一日台版托斯卡尼生活体验 从小怀抱庄园梦的女生 去年在三星开了一间 充满南欧风情的民宿 亲身例行有机农庄生活 我是MOA认证的有机农厂 已经第五年了 它是以蔬食来做特色 把有机的概念 导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住到农庄里可以亲自到农田里 体验当农夫的滋味 还可以自己动手做菜 到我们附近的有机菜园 里面去采捷 今天早餐所要用的食材 11点左右我们会做披萨体验 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番茄 洋葱这些东西 然后由客人来做披萨体验 你是不是也开始羡慕起 这样的相居生活呢